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iPhone繁中频道 升级iOS16时iPhone自动重新开机 是很多苹果用户都会反馈的问题 这个问题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 本文将针对iPhone自动开机的两种不同情景 分别教学,解决iPhone重复开机的问题 如果iPhone反复开机陷入重启循环 一般都是电池受损 或者手机主机板出现瑕疵故障等 这时候你可以透过以下三种方法解决 如果iOS系统尚未完全升级 或是系统升级是出现了错误而引起了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解决iPhone无线重启的有效方法 那就是使用iPhoneFacebook iOS系统修复工具 它是一款高效的第三方软体 能够帮助解决各种iOS系统问题 提供三种修复模式 终结iPhone开机循环 首先在电脑下载并安装iPhoneFacebook 接着点选标准模式 将您的手机连接至电脑 软体会自动侦测您的装置 并提供对应的固件版本 点选下载以继续 下载完成后点选开始 按照指示进入复原模式 iPhone8级以上机型进入复原模式的方式为 迅速按调高音量按钮后放开 迅速按调低音量按钮后放开 最后一直按住右侧电源按钮直到复原模式出现 其他机型可以参考右上方的影片 最后 耐心等待系统修复完成即可 让iPhone进入DFU模式后 结合iTunes刷机同样可以解决苹果一直重开机的问题 不过这种方法会插出iPhone上所有数据和设定 请在操作之前再三确认 并做好资料备份完整的工作 打开最新版本的iTunes后 先让iPhone进入DFU模式 你可以参考上述提到的教训影片 将进入DFU模式的iPhone连接电脑 此时iTunes会显示以下画面 点击回复按钮即可 当以上所有方法都尝试后 仍然不停出现iPhone自动重新开机的问题 那或许是因为本身装置硬体的问题 你可以前往Apple支援中心预约 也可以直接前往线下维修中心 偶尔手机用到一半iPhone自动开机 这可能是软体版本不相容 或者是愿意导致的 这时候你可以透过以下四种方法解决 1.将你的SIN卡从手机卡槽中取出 等待一会儿后 再把卡片重新插入 再次启动iPhone检查手机重开机的问题是否解决 2.将软体更新至最新版本 有时更新应用能够帮助解决一线由于安装了过时软体 所导致的iPhone重复开机的问题 前往App Store 点击右上角的图像 往下拉就能看到哪些软体需要更新了 另外 如果你的iOS作业系统不是最新的 也有可能不适用一线App 此时你可以更新iOS系统以尝试解决此问题 前往设定 一般 软体更新 点击下载并安装 3.重置iPhone 这是解决iPhone自动重新开机的常用方法 不过别忘了做好备份 打开设定 一般 拉到最下点击移转或重置iPhone 再点击重置 选择重置所有设定 4.强制重启iPhone 对于很多问题 强制重启是很有效的手段 iPhone8及以上机型 选迅速按调高音量按钮后放开 迅速按调低音量按钮后放开 最后一直按住右侧电源按钮 直到苹果标志出现 其他机型可以参考右上方的影片 以上就是关于iPhone一直重开机的7个解决方法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按赞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